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发热议的话题 首先我们将聚焦中美作家李怡云 他在创作中模糊虚构与现实的界线 将角色置于挑战性的情境中 以探寻人类情感的复杂性 李怡云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文化背景 也让我们思考身份和归属感的议题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中国学生高浩翔 被控在美国非法投票的事件 这起案件不仅引发了对选举合法性的质疑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外国学生在美国的投票权限 高的行为是否出于无知还是故意违法 他的案例将对未来的选举规范产生何种影响 这两个话题交织着文化、法律和道德的复杂面向 挑战着我们对于身份和责任的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篇来自Nike Asia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文章 分别围绕李怡云的文学探索 对中国民族主义博主西马南的封禁 以及一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涉嫌非法投票的案件 首先我们来看看 Nike Asia对中美作家李怡云的独特写作方法 及其内心探索的报道 李怡云是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系的负责人 他强调写作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场探索旅程 而不是仅仅为了完成一本书 他将虚构与现实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从而对人类本质进行深刻洞察 李怡云描述他如何将角色置于挑战情境中 以观察其行为反应 并通过这段过程深入角色内心 李怡云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出生于北京 他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一年后 移居美国并开始追求免疫学学位 然而写作课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激情 使他转向了创意写作 他在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 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声音 展现了他在新文化和语言中适应 并重新定义自我的过程 他的作品以非线性结构文明 常常通过角色的内心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 反映移民的感受 李怡云的写作不仅是对个人经验的表达 也是对文化身份归属感等普遍主题的探讨 他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诸如麦克阿瑟奖学金等多项荣誉 接下来我们转向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该文报道了中国著名的民族主义博主西马南 被禁言一年的消息 西马南以其激进的反西方言论广为人知 积累了大量粉丝 并被称为反美斗士 然而尽管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 似乎得到了官方支持 这次的禁令却反映了他可能超出了当局的容忍范围 这次禁言正值中国政府努力向国内外展示其改革开放决心之际 西马南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可能对外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这一禁言不仅是对其个人的约束 也是中国政府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网络言论的总体控制和调整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关于中国留学生高浩翔在美国被指控非法投票的案件 19岁的高浩翔在密歇根大学的提前投票站投票 引发了美国国内对选举合法性的广泛讨论 高浩翔在法庭上保持沉默 没有承认或否认指控 这一事件揭示了许多国际学生可能对美国复杂的选举法律缺乏了解 并引发了对外国学生投票权的广泛反思 高浩翔的案件不仅是关于他个人的法律挑战 也提醒我们在信息高度流通的时代 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对选民教育的重要性 案件对他以及其他国际学生的影响将在未来继续受到关注 通过以上三个不同领域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学创作到网络言论 再到国际法律 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 需要认真审视的领域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分析和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李一云是一位知名的台湾制作人和编剧 以其在电视和电影制作方面的卓越贡献而闻名 他的职业生涯包括参与制作多部受欢迎的电视剧和电影 并以其创新和独特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业界 李一云在台湾媒体界的影响力 由于他对剧本创作的深入理解 以及善于捕捉人性和社会动态的能力而显著 他的作品通常探索人际关系 社会议题和文化冲突 这些主题往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并且因其真实性和深度而受到广泛赞誉 在李一云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与许多知名导演和演员合作 这些合作不仅提高了他个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促进了台湾影视作品 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他的作品不仅在台湾广受欢迎 也在其他华语地区取得了成功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华语影视界的地位 数据显示李一云参与的多部作品 在收视率和票房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也反映了他对观众口味的敏锐把握 以及他对影视媒介的深刻理解 他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商业数据上 更在于他对影视创作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使他成为台湾影视圈内 一位极具影响力和尊重的制作人和编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李一云的作品精妙地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 这无疑是他创作上极富洞察力的一大特点 他不仅把写作视为一种探索的旅程 而不是单纯的创作过程 这样的思维方式给予了他的作品更多的深度 角色在他的笔下展现得如此真实 有血有肉 这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角色所经历的挣扎与挑战 李一云能够在完成作品后与之脱离 这种能力显示出他对作品的成熟理解 让读者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作品 建立起独特的阅读体验 然而 从他从军事训练升到作家的不凡旅程中 可以看到李一云对自我身份的深刻认识和不断追求 他的中国背景和在美国的生活经历 使他能够在作品中探索文化身份的复杂性 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他的作品如 《亲爱的朋友》 《我在你的生活》中写下《我的生活》 和《理由结束的地方》 通过非线性的结构呈现出 记忆和情感的真实混乱 这种叙事手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 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情感的多样性 相比之下 中国对西马南的禁言事件则揭露了当前中国互联网言论自由的脆弱性 西马南因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被禁言 此举不仅是对其个人的限制 更是对整体言论环境的管控的一个警示 中国政府此举显然是在调整和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 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激进声音 这次禁言事件提醒着我们 在一个信息高度受控的社会中 言论自由的界限并不明确 且可能随时改变 高浩翔事件则反映了在跨文化背景下 对于法律和规范的理解差异可能导致的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 高浩翔似乎因对美国选举法律的误解而犯下错误 这起案件强调了外国学生在美国生活中 需要对当地法律具有更深的认识与遵循 事件所引发的对选举合法性的质疑 提醒着每位选民遵循法律的重要性 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时代 法律知识的缺乏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这为所有在外国生活的个人敲响了警钟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